位于高雄爱河畔四十年老饭店 传出将要席灯转型豪宅 有许多民众不舍 赶着来吃一趟自助餐 却吃出一肚子气 客人拍下满是惊的生鱼片 抱怨不好吃之外 还遭到服务生嘲笑你确定要吃吗 中午用餐到两点 热食都没更新 主菜被夹走 剩配菜在锅子里 整排热食空荡荡 另外还有桌上堆积如山的 张餐盘一直没有来收 最后没有选择 只好吃烫青菜 抱怨难道因为结束营业所以放烂 以前我都有吃早餐 现在我不吃 因为现在可能是人数少 可能就是没有那么丰富 感觉就这样子 可能是要菜的问题 不听说他要关了吗 就想说那会不会是 能在销那些什么库存之类的吧 老牌饭店的buffet 以牛排餐闻名 提供虾子螃蟹生鱼片 寿司排餐跟甜点 之前被认为是 虽然品项不多却很精致 坐在爱河旁也有风景看 但去年传出申请为老建筑 可能在2024年跟建商合作 转型成饭店豪宅 但目前没有正式歇业都正常营运 对于客人的抱怨饭店书面回应 虚心接受指教 但当天的服务遵守SOP 排内有鱼菜不会第一时间收取 对于服务态度跟品质 会在检讨改善 但对客人来说 一人进千元的餐费吃到满是金的生鱼片 跟不补菜的自助餐 本来想朝圣的老牌饭店 这五星品质实在让人质疑 三熊黄大卫股不先高雄报道